好,各位同学,那么在我们学习完正着表达说了之后 我们再来继续学习一个同样是和语言无关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点 就是Jason 那么相信很多曾经做过外部开发的同学 对Jason是有一定了解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对Jason的理解是存在着一个误区的 那么我们刚好就着这样的一个机会 给大家再来回顾一下Jason的定义 好,那么Jason它是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的一个简写 中文翻译就是JavaScript对象标记 好,那么这个是从字面意思上面对Jason做了一个解读 那么Jason的本质是什么呢 我们一定要关注他的本质 好,那么我认为这样的一句话 对Jason的本质的描述是非常的精确的 我们来看一下 Jason是一种轻量级的数据交换格式 好,让我们一起把这句话在心里默念三遍 因为我觉得这句话对于Jason的本质的描述是非常的精准的 好,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Jason是一种轻量级的数据交换格式 首先我们关注点 第一个我们放在轻量级上面 说他是轻量级呢 这个是拿他和另外的一种数据交换格式 就是XML 做比较 Jason是相当的轻量 好,第二个重点就是什么呢 第二个重点是我们一定要理解的 Jason是一种数据交换格式 我知道很多同学都经常使用Jason 但是你问他Jason是什么 却并不一定能够打得上来 即使你打得上来了之后 如果我进一步的追问 Jason是什么 Jason对象又是什么 Jason字符串又是什么 那么很多同学可能确实搞不清楚 他们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 好,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里我强调一万遍 Jason是一种数据格式 好,那么这样的一种数据格式 我们如何用一个载体来描述它 我们看一下 字符串就是Jason的一个载体 或者是说字符串是Jason的一个表现形式 好,然后我们这里就还要再带入一个概念 我们经常听到很多的一些面试比试题里面 都会问你这样的一个Jason对象 和这样一个Jason字符串的区别 那么什么是Jason字符串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符合Jason格式的字符串 那么它就叫做Jason字符串 好,那么我们不把它讲的这么抽象 我们拿具体的示例来看一下 你比如说这个字符串 它就不是Jason字符串 为什么 因为它不符合我们Jason的格式 好,我们再看一个 它就是一个标准的Jason字符串 好,那么我们有些细心的同学会发现 下面的这样的一种数据结构的形式 其实很像我们之前说讲的Pathor里面的字 这个字典对不对 好,确实是 因为我们的Jason它是可以和我们每一种语言下面的特定的一种数据结构 进行一个交换或者是说是一个转换的 所以说它确实可以变成我们Pathor里面的字典 好,说到Jason我们顺便就提一下XML XML在Jason出现之前 它是一个主流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交换格式 大部分的这样的一个互联网上的服务 他们之间交换数据的时候都采用的是这样的一个XML的格式 但是自从我们轻量级的Jason出现了之后 XML现在已经使用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我不是说XML没有人使用 它在某些特定的领域 比如说一些比较注重这样的一个数据结构的领域 XML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但是绝大多数我们互联网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都会选用Jason来做这样的一个数据交换 好,那么在我们大概了解了这样的一个Jason的第一了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Jason有什么优势 好,Jason的第一个优势 就是我认为他比较易于阅读 XML稍显复杂 我们看起来的时候还是比较费劲的 但是如果我们来读这样一个Jason数据的话 我们很容易就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好,然后第二个就是易于解析 我们既然把Jason作为这样的一个数据交换的格式 那么它就存在着一个组装和被解析的过程 对不对 好,那么这个也是Jason强域XML的一个地方 它更加容易被解析出来 好,然后由于Jason比较轻量和简洁 所以说他所需要传 对于一个同样的信息 Jason比XML所传输的数据量要更少一些 好,那么大家看最后 我这里用红色的颜色标注出来的 Jason是非常适合做跨语言来交换数据的 我们之前也跟大家提到过了 在这个课程的开始的时候 我强调了Jason并不是说是哪一种语言所特有的 实际上目前来说的话 我经常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如果我涉及到 比如说我要用Python去调这样一个C++ 或者是我要用Java去调.NET的时候 我更加倾向于把某一种的这样的一个语言 它所提供的功能做成一个服务 然后利用服务的这样一种特性 使用Jason来传递数据 这样就可以做到这样一种跨语言了 好,那么我当然知道 很多语言都可以通过它的一种机制 去调用其他的语言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C++封装成这样一个抗目组件 然后提供给我们的.NET来调用 这个当然是一种比较高效的形式 但是它并没有我们调用服务 调用服务的这样一种形式这么简单和轻易 好,然后我们要强调的 易于阅读,易于解析和网络传输效率高 是Jason他对比XMR所拥有的一个优势 但是本身来讲的话 跨语言这个特性XMR同样是可以的 这里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 好,然后我们可以给大家 贴了一段这样一个XMR 大家可以自己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一段XMR格式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然后Jason的数据我就不给大家贴了 因为后面我们会经常的用到这样一个Jason 到时候大家对比一下Jason和XMR就明白了 Jason确实比XMR要更加的轻妙和简单 好,那么最后我们来看一下Jason他的一个应用场景 好,这里是我画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网站 网站如果说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形式的话 他只有一个网站的后台和一个浏览器 也就是我们的前端 好,那么我们通常看到的一个网页 就是网站的后台向我们浏览器传输了一段这样的一个HTML 好,那么我要说的是Jason并没有大家想的这么神秘 他其实和HTML一样 Jason也是一种数据 只不过我们的浏览器 他就是为HTML量身定做的 所以说他可以把HTML的这样的一个标记性的语言 显示成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网站的样式 好,那么这几年自从Agex这样的一个技术出现了之后 我们越来越多的会从浏览器里面发生一个请求 然后获取什么呢 获取我们的Jason数据 好,那么这个Jason数据在我们浏览器拿到了之后 他可以在前端去做一些逻辑的一些预算 最终把这些接生数据呈现给大家 好,那么这个是最简单的我们所说的一个网站 然后我们看一个比较复杂的这样的一个外部的结构 好,如果说我们现在把移动端的APP 还有这样一个小程序也考虑进来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HTML很多时候 它并不再适合我们的移动端的应用了 HTML是专门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外部量身定制的 但是我们这个时代至少来说还没有进入人工智能的时代 它目前来说的话还是外部的时代 不是,现在应该是移动端的时代 外部时代是我那会才通做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没有移动端的 那个时候的外部是主流 好,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Jason数据的优势是什么 它可以跨不同的语言 也许我们各个服务之间也存在着一个数据的传输 那么如果我们都可以使用这样一个Jason数据格式来传输的话 那么我们就不需要考虑我们具体是用什么语言来实现的 比如说我的API服务是用Java写的 那么我们可以我们利用Jason可以很容易的和我们的Python服务 做这样的一个数据的交互 还有还比如说像这样一个.9,cshop都可以 好,所以说从这张图里面 我们就可以体现出了这样的一个Jason 它的数据传输的一个作用 同时它也可以体现出我们的这样一个跨语言 你比如说像单一面对不对 单一面是什么 单一面现在最主要的还是用JavaScript在做 那么网站后台它和JavaScript之间 也可以通过这样一个Jason数据来传输 好,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那么关于这节课 我个人认为我们精简一下就是两句话 第一,大家一定要理解Jason他本身来说的话 就这四个字母来说的话 它只是一个数据格式 它并不是一个什么实实在在的东西 它就是为了我们去做这样一个数据交换 而定制的一个规则和规范 那么说具体到Jason是什么 它的载体是什么 那么就是我所说的Jason字母串 就是它的载体 好,这个是第一个 好,那么第二个就是Jason是跨语言的 这一点非常重要 它并不是某一个语言所特有的 好,各位们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一个再见 我们下一个视频